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华人农历新年 霹雳以保几座神庙却陷入搬迁危机 土地局以非法占用政府地段为由 下令一个月内停运和搬迁 庙方感到仓皇错愕 百年古庙无法苟同当局突如其来的举动 因为神庙早在1965年 国家土地法令出台前就已经存在 他们希望政府收回搬迁令 那并赋予神庙合法的地位 让华人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每逢农历新年 善男性女来到神庙点香祈福 是过节传统 但在春节倒数三星期之际 霹雳以保多座神庙却收到土地局的一旨通令 下令在一个月内停运清空 禁止游客抹拜 甚至迁离到其他地方 而原因是神庙占用了政府地段 受到波及的神庙之中 不少都是依山而建的旅游景点 已有悠久的历史 面对突如其来的搬迁令 庙方瞬间不知所措 东华洞主席郭敏仲为此教区 从宗教而言 许多神像安奉在严栋石墙上 无法也不应该随意搬动 在明文方面 国家土地法令在1965年才出台 而这座151年历史的神庙 在更早之前或因殖民时期 就已经拔地而起 正用土地的说法站不住脚 当局不应该下达半千岭 南天洞同样是一座百年古庙 虽然目前手中只有临时地气 但一直以来都相安无事 直到星期五 土地局官员上门 认定他们非法占用政府地 令庙方大感错愕 根据了解 如果神庙违逆通令 将直接对簿公堂 如果背叛罪重 可被罚款最高50万令吉 没有可能搬走的啦 都没有理由啊 讲不过去的 这个庙还没有政府的 已经有了的 所以是讲不过去的 如果是关于真的要打官司 或者是什么 就麻烦一点咯 因为我们这里装修 也超过一百万 超过一百万装修 收访民众也认为 百年古庙走过历史隧道 是华人信仰传统文化 两百多年前就获得了 英殖民政府的批文 因此政府不应该 在神庙准备过节之际 发出搬迁令 令庙方忐忑不安 我觉得这个搬迁的问题 是不存在啦 因为我们建立 用了很多的能力和精力 去发展一个神秘 一间神庙啊 就是说经过几代人的 这个时间啊 如果是要搬迁的话 这个是相当的浪费时间 而且呢就是说 耗费很多的财力 转入搬迁危机的神庙 决定寻求政党的协助 并试图与霹雳州务大臣 共商对策 倘若土地局一意孤行 庙方也会不惜打官司 庙方申诉 神庙属于非盈利组织 就算政府有意发出 合法地契 他们也难以承担 高昂的土地转换费 如果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那么政府应该将这些土地 转为永久宗教保留地 才是上策